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罚分明 显然也很讲诚信 以建树决定官司的输赢标准清晰明确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不讲理了 诚信竟然可以和讲理完全割裂 这在现代人看起来难以置信 但从法家的视角来看 诚不诚信本来就和讲不讲理毫无瓜葛 司马光显然不能认同这个道理 更不能认同法家的初心 但他对法家的诚信也能有适度的接受 在资质通信的第二卷里 讲到商鞅变法 有一段陈光约就拿魏文侯和愚人的故事举过例子 说魏文侯虽然不属于儒家意上的标准贤君 商鞅更是一个以刻薄寡恩著称的人 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更是一个拼武力比诈述的时代 但他们依然会用诚信来统治国民 所以当今天子更应该明白诚信治国的重要性 问题是道理虽然简单 但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的话 小信和大信的关系其实很难处理 我们可以先把资质通信往后翻 第105卷讲到著名的肥水之战 前秦皇帝福建被打得惨败 国内人心离散 大将慕容锤申请带兵到北方平定骚乱 福建同意了 权益劝福建说 在这种国家心败 人心惶惶的时候 正应该召集名将 把他们安置在京城 您怎么可以反而放慕容锤离开呢 慕容锤是何等的英雄豪杰 您这不等于放户归山吗 福建的回答是 可我都已经答应他了 普通百姓尚且应该说话算话 何况天子 福建很讲诚信 而讲诚信的结果是身死过灭 如果魏文侯遇到这种境况 是会坚持原则呢 还是会随机应变呢 在法家思维里 小事必须讲诚信 大事 就看情况了 让我们继续魏文侯的故事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 还真的是一桩大事 韩国派来使者邀请魏国一起去打赵国 魏文侯说 我不打 我和赵国是兄弟 韩国使者气横横的走了 赵国派来使者邀请魏国一起去打韩国 魏文侯说 我不打 我和韩国是兄弟 赵国使者气横横的走了 消息总会不进而走 不久之后 韩兆两国都知道了 魏文侯对自己的态度服气了 把魏国当大哥 从此魏国在三境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天下第一强国 这一段史料来源还是战国策 韩非子也有相同的记载 但尚文的最后一句话 也就是 从此魏国在三境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天下第一强国 是司马光自己加上去的 注意了 这句话加得相当可疑 因为找不到任何根据 看上去 它只是概述一个历史事实 不做任何评论 但这个历史事实到底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呢 要做出这个推断 必须满足一个前提 那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三境这起外交事件的大致时间 但问题就在于 这个前提根本就不存在 无论是当年的司马光 还是今天的我们 手里都没有足够的材料 可以给这件事准确编年 所以大胆推测一下 司马光有可能在这段内容里边 暗藏了一点私心 把魏文侯的做法 标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范本 简言之就是三个字 何为贵 在司马光的时代 北宋的国际关系和三境有几分相似 北边有辽国 西边有西夏 谁也吃不了谁 和辽国的关系倒还好些 因为先前有一个缠冤之盟 宋朝以金钱换和平 两国多年来相安无事 各国各的安生日子 西夏一直不太安分 甚至有几次把宋朝打得很惨 宋朝的新党 也就是改革派 基本都是主战派 积极备军备战 想帮设法要把西夏打服 而旧党也就是保守派 既有主战的 也有主和的 司马光作为旧党大佬 是一个坚定的主和派 对主战派意见很大 我们在连普化的历史里 很容易把主战派都当成 忠君爱国的忠义之士 而司马光眼里的主战派 尽是一些投机分子 只想通过打仗给自己捞军功 不打仗就没有立功的机会 所以在改革派所主导的 进取型的基本国色下 太多投机分子 没事呢 也想找事 这就导致明明可以和平解决的问题 非要通过武力解决 明明可以简单化解的矛盾 非要大张旗鼓 结果呢 西夏还是按不住 再看宋朝这边 不但损耗越来越让朝廷和百姓吃不消 而且军队将帅的权柄越来越大 越来越不受朝廷的监督 宋朝开国以来加强中央集权 防止国家分裂的基本国策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司马光的思路是处理国际关系 首先要讲理 先前我们宋朝有对不起西夏的 要道歉 抢来的地盘 要退还回去 我们是文明古国 不是流氓团伙 然后对西夏实行适度的经济封锁 仗要在经济层面打 不要在军事层面打 要打得有分寸 不要劈头盖 最后要达到的目标 也不是把西夏档平收归大宋版图 而是让宋朝在国际关系上确立其优势的战略地位 保持经济文化的优越性 让国际关系变成厚道的大哥和安分的小弟之间的关系 司马光心里的兄弟之国不是没大没小的兄弟关系 而是长幼有序的兄弟关系 就像魏文侯领导的魏国和韩国赵国的关系那样 你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刚才说到司马光家的那句话背后 是有自己对北宋边疆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的 三进的领导人应该还没有司马光那样的觉悟 即便真有的话 在战国时代也不太适用 让我们看回三进的世界 从那起外交事件里 我们可以得到两条资讯 第一 在战国七雄当中 魏国成为第一个实现大国崛起的国家 第二 当制瑶这个外部压力消失 画家为国的共同目标已经实现 曾经同风与共患难的三进同盟终于冰箫瓦解 开始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再不记得曾经交会是互放的光亮了 韩国和赵国真的被魏文侯的默默温情打动了吗 当然不可能 都是从血雨腥风里杀出升天的狠角色 谁都不是善男戏女 何况在战国乱世 兄弟之情半点都不值钱 亲兄弟也可以反目成仇 三家之所以最后可以做出兄弟姿态 最有可能的原因 就是韩国和赵国认同了魏文侯的大局观 明白自家不能刚翻身就翻脸 三进还应该同气连之 以应对外地环似的险恶局面 从地理位置上看 三进处于中原腹地 东西南北哪个方向都不让人省心 你可以把三进的地理格局 想象成三头六臂的哪吒 陷入妖魔鬼怪的包围圈里 东边有齐国 西边有秦国 南边有楚国和越国 北边还有骁勇善战 精通骑射的游牧民族 这种地理格局被称为四战之地 意思是任何一个方向都存在着战争威胁 这是三进的先天烈士 如果比较一下战国七雄当中的另外四雄 齐国东陵渤海 楚国有长江天险 燕国在遥远的北方 除了和齐国接壤之外 离谁都远 秦国在遥远的西方 虽然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 但对七大六雄的防御力是最强的 只要把韩国官一封 谁都打不到他 所以对于三进来说 友好的联盟关系会显得格外重要 魏文侯的外交小心气 因此显得相当睿智 他没有通报赵国 说自己如何拒绝了韩国的请求 也没有通报韩国 说自己如何拒绝了赵国的请求 他耐心的留足了 让信息发酵传播的时间 等待韩兆两国自己去发现 人们对别人主动递过来的资讯 总会怀疑 却很相信自己亲手发掘出来的资讯 并且新资讯所产生的逆转力量 还会刺激对方的复旧感 高明的罪犯最懂得这个心理 所以才会巧妙的把侦探引入歧途 高明的管理者也很懂得这个道理 就像魏文侯这样 把韩魏两国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们都知道孟子的一句名言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那么对于三亲来说 你觉得四战之地的地理烈士 和兄弟联盟的人的优势 哪一个更重要呢 先听听你的意见 我们下一讲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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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